一个流窜多地的盗窃团伙 对这个盗窃的车辆大多数 所以把它糾成一伤的行车 引出一件数额巨大的敲诈案 他之前护起人把平山 又或瞎弯敲着起十多万里写金 拒绝报警的受害人 来源诡秘的存款 谜底揭开 将会有怎样令人瞠目的真相 意外收获 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这是位于平山县主城区的一处监控 在凌晨三点多拍到的画面 三名男子鬼鬼祟祟四处张望 形迹非常可疑 半个小时后 某小区的另一个监控显示 其中一名男子在路口望风 另外两名同伙 则骑来了一辆三轮车 经过他们整理选择 选择一些车款比较好 比较细腻车子之后 那么在凌晨三次病人死无病中 首先是偷三辆摩托车 这三名男子是平山警方 早已盯上的三个涉嫌盗窃的嫌疑人 监控录像显示 这三个人在偷了农用三轮车之后 又在附近偷了一辆两轮摩托车 让民警没想到的是 这会儿嫌疑人的行动还没有结束 半个小时后 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另一处监控画面中时 原本偷来的那辆农用三轮车的后舱内 又多了一辆摩托车 民警调查发现 一段时间以来 这伙嫌疑人游荡在平山城区 自无忌惮地实施盗窃摩托车的行为 或轿所骑走或整车抬走 疯狂程度令人咋舌 通过这一基金案的传品发现 该和嫌疑人 对农用三轮车的盗窃的频率更高 对这个盗窃的车辆大多数 所以八九成一桑的行车 据初步统计 该团伙涉嫌在平山县城 作案七起 涉案金额十万余元 通过对大量监控视频 进行仔细筛查 一辆疑似作案车辆的红色轿车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发现其中有一辆车子 一辆红颜色的轿车 后头经过反复的筛选之后就发现 结果特征的车里 在多起案件的现场 案发前后都曾出现过的 经查 这辆红色轿车的车主 名叫刘勤 女 四川乐山人 是一名家庭主妇 随后 车辆的实际驾驶人 也就是刘勤的丈夫袁鹏 成为了民警 首先怀疑的对象 进一步调查 这辆红色轿车的行驶轨迹 民警发现了更多可疑的地方 综合多种证据 平山警方认定 袁鹏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通过排查袁鹏的社会交往情况 民警很快就确定了 另外两名嫌疑人的身份 他们分别是四川前卫人刘健 和四川牧川人李林 袁鹏的落网 让案件的真相很快明朗 随后 另外两名嫌疑人 刘健和李林 也悉数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 侦查至此 这起连续盗窃机动车的案件 也算告一段落了 然而四个月后 一条意外的检举线索 让民警有了新的收获 而这条线索的提供者 正是盗车案的 其中一名嫌疑人刘健 他要检举的 是跟他关押在同一个房间里的 一个名叫李彪的男子 李彪是因为涉嫌犯抢劫罪被羁押的 虽然这个新情况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 可同监事的人大多并不相信 李彪在监事就掰了个事情来说 应该更多人还是刷存在感 让大家都很崇拜 很佩服他们 提高自己在同监事的那个敌文 看到大家将信将疑 李彪又将他们敲诈勒索 作案的详细经过 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在接到检举线索后 平山警方立即着手展开了调查 李彪是2018年6月被抓的 而据他所说 他参与的那起涉嫌 敲诈勒索的案件 发生在2017年的4月 我们调取了这相关的保证记录 发现这一年从来没有人和人 像公安宣报案所被敲诈勒索了 甚至被绑架了 都没有人是类似的惊喜 70多万元不是个小数目 如果受害人被敲诈勒索 他为何没有报警 如果这一切只是李彪编造的 那相关细节 他为何能够说得头头是道 接下来民警调查了嫌疑人李彪的资金往来情况 这一下还真有了重大的发现 李彪的银行账户里原本长期都不到200元 可就在2017年4月突然有了大笔钱款进账 民警在调取李彪的银行账户中发现 其账户在10月2017年的10月27号 有数万元的进账 通过对李彪身边这些席路人员的银行账户进行账户发现 在同一天 这几个人的银行账户都有不同境外的数万元的进账 这一点让正常人员更确信了 这个六千人坚具揭发的情况 有可能真的是存在一起 敲诏犯罪的事实 但是没直接占李彪的 因为这一块来说 虽说它已经被嫌疑人身自由 但是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敏感 毕竟几十万人来说 对美国人来说 在我们没做好准备之前 都不会轻易去触控的 继续调查嫌疑人李彪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 民警发现 2017年4月 有四个人陆续给李彪的账户转账 金额从数万元到三十多万元不等 民警查明 给李彪转款最多的是一个叫富荣的男子 他在数天内给包括李彪在内的几个人 转去了共计六十万元 富荣等人为什么转这么多钱给李彪 他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此时民警决定正面接触李彪 听听他的说法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李彪向民警和盘拖出了事情的始末 他在网络军的一个汪疤里面 在2017年的10月期间 当时有一伙年轻人 在里面赏望 谈论 坑打金额专长的事情 被这个李彪等等发现了 李彪等等觉得好奇 怀疑这些人 是在网上搞诈骗行为 李彪因为长期吸食毒品 急缺大量资金 最后他纠结了同位吸毒人员的 周林等六人 将富荣等人 强行从网坝里 带到了一个偏僻的河边 让李彪没想到的是 眼前这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穿衣打扮都相当普通 可仅手机支付宝账户里 就有七十多万元的余额 按时就瞎玩 被打得十分压了之后 也没有退出了 李彪他们是直接 要求他们的一帮对行的 根据李彪的供述 民警分析 这起敲诈勒索案的受害者 富荣等人绝不简单 他们的背后很可能 隐藏着一个更大的罪恶 平山警方迅速调集 金干警力成立了专案组 决定以富荣为切入点 展开深挖细查 经过长达一个月的调查研判 一起涉及全国多个省份的 特大传销案逐渐浮出水面 富荣等人都才二十岁左右 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只读过高中 平山警方分析 单凭富荣等人应该无法运作 涉及范围如此之广的传销组织 他们的背后肯定还另有同伙 开展整成工作之后 发现虾丸那边就是 虾丸品牌那边的十多个人 只是整个团户当中的 股东之一 最后 专案组民警远赴湖南 广东 黑龙江等地 将包括富荣在内的十多名主要嫌疑人 全部捉拿归案 他就是富荣 虽然年纪不大 但却有着很多同龄人 不曾有过的人生经历 据民警调查 包括富荣在内的嫌疑人 是通过一个名为 世贸金融的所谓投资网站 来连取不易之财的 那交易资金 根据这个反对嫌疑人的 账本 发现出来 达到属于医院 通过审讯 民警发现 富荣等嫌疑人 聚集了上亿元的资金 仅仅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 那么他们究竟使用了 什么样的手段 富荣等人 又是如何加入其中的 不能了解 全部都是什么的 这些人还没 也没见过 小神是富荣在一个 苛刻群结识的网友 也是这个非法投资网站的 创始人 民警调查发现 小神的原名为周万 除了周万之外 类似富荣这样的合伙人 还有十个 他们都结识于网络 相互以网名相称 疯狂推广 吸纳新会员 然后消失 二时候通过 就是说 分级付款的方面 然后显出了这个模式 主管网站 这会儿 然后全部 我们下来就开始推广 在客户选 或者其他网站上 主管网站 据了解 这个名叫 世贸金融的 所谓投资项目 主打互助金融的概念 其会员通过推广链接 吸引新会员注册 然后投资获益 回员如果他投资三万 在短短的十天之内 他就能够活力 被我们这儿子的利息 也就能够活力如千元 在这种高利的游货下 迅速地能够发展更多的回员 能够快速发展回员的 主要的一个方式 这是来源一个 这个平台的僵立制度 能够回员 如何能够继续 把自己投入的钱 顺利地提及出来 主要来源于 其他回员 狭陷回员 以及后期参与回员的 不断的透露 来源于生存的方式 就来源于 需要不断的回员 来从此进来 有更多的回员 来进行投资 这个平台才能 整场云行走 作为这个 非法投资网站的合伙人 富隆等人 主要负责日常运营 及发展新会员 他们的收入 全部来源于 投资者投入的本金 都是老提升 我们赚钱 然后过来来过 接货马来去 所以我们一天 一天可以转十万 依靠这种非法手段 富隆平均每日进账 高达十几万 也许是因为 钱来得太容易 富隆有些忘乎所以 他招募了 十多名老乡一起 每天在网吧里 梳理账目 发展新会员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们高调的行为方式 被李彪等人盯上了 最终不仅挨了一顿打 还被勒索了几十万元 虽然吃了亏 但富隆心里明白 自己的这些钱 本来就不干净 也只能选择稀释宁人 富隆觉得 如果还能保证 每天有十多万的收入 那被敲诈走的这些钱 也不算什么 但他没想到 他们运营的 这个非法投资平台 仅仅维持了 一个多月时间 就因为后期加入的会员 越来越少而崩盘 通过我们的通缉 发现周末等十余人 从改平台中 非法活虑了 两千多万元 这些钱都平均分配了 到了十余人的账幅当中 当平山警方 抓获周万 富隆等人时 他们已经彻底迷失在了 灯红酒绿中 巨额钱财 也早已被挥霍一空 等待富隆等人的 将是来自法律的制裁 而同样付出了高昂代价的 还包括那些 心存侥幸的投资者 参与回员 他们都清楚 这些传销平台 最终都会崩盘 但他们保着交情的心理 因为自己不会成为结盘下 因为自己都会是幸运人 能够从中获取保理 但往往这些平台 最终只能是 操盘收获利 只能是这些专业的 推广者 从中获利 参与回员 最终都会变成炮灰 他们的钱 最终都会 血泵无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